國小內的童鐘不翼而飛 宜蘭羅東國小最近在進行球場工程 因此先將日據時代復刻童鐘拆下來 放在一旁的空地 沒有想到兩個多月過去了 這個童鐘卻是消失不見 校方掉夜監視器沒有發現任何可疑車輛進出 校長懷疑一次是有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偷偷翻牆搬走 目前已經報警處理 希望可以早日將童鐘找回來 原本要放上面的 可以咚咚咚咚咚咚這樣子 可是現在不見了 好扯喔 校長傻眼了 因為學校鐘塔上的鐘拆除後 現在不翼而飛 我們本來是鎖著的 對 放在這邊 你們都被拆掉拿走 宜蘭羅東國小最近在進行球場工程 因此先將童鐘拆下來 移到空地綻放 沒想到放了兩個多月 週日還有看到 但隔天一早就消失的無影無蹤 當時造價就11萬多 像鐵價什麼那些 大概要14萬左右 現在就不曉得到底是誰拿走的 全銅打造 加上鐵價 重達20到30公斤 造價破10萬的銅鐘 是校方120年校慶時 決定復刻日據時代校內曾出現的銅鐘模樣 具有一定的紀念價值 沒想到如今卻疑似遭人偷走 連放在一旁部分建造電梯的材料也消失 依照目前費銅價格 每公斤破百元 不排除有心人士會拿去變賣 上方單位監視器沒有發現可疑車輛 懷疑有人趁夜裡疑似翻牆徒手搬走 現在臉書發出尋中啟示 希望有人能夠順利找回 記者理科一覽報道